两会期间出现了越来越多洋面孔 外国人也可以参加两会吗 他们是以一种什么形式参与两会 在我国 外籍人士并不能以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身份参与两会 而是作为两会的列席人员旁听 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外国驻中国媒体记者和外交史集团 另一类是海外侨胞 早在1950年 前苏联代表团曾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1959年也有外国使集团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改革开放后 两会上的外籍面孔参与两会越来越多 1986年3月22日 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秘书长会议在京举行发布会 外国记者开始参与两会 值得一提的是 海外侨胞一直是全国政协会议重要的列席人员 他们的列席资格是由其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 中国外交部 全国政协 国侨办等部门联合推荐 这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全国政协一般不会重复邀请同一位侨胞列席会议 可以说作为海外侨胞几乎是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练习两会哦 代表 国政协会议